不太好 中途换经纪人呐 其他人呐 你都可以随便地挑啊 我给你开放最大的权限 哼 随便挑 整个光耀除了工序 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艺人 他能挑什么 叶丸丸也没有同楚红光这老狐狸啰嗦什么 但是拿起楚红光给他的名册 不紧不慢地翻看起来 叶丸丸不动声色地一页也翻动着 就在他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 手指略停顿了一下 目光悄然间落在了那印在角落中的一个名字 洛晨代表作金龙 对于洛晨这个名字 叶丸丸略微有些印象 因为他很迷武侠 自然看过经典武侠电视剧《金龙》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这个洛晨三年前便出道了 在《金龙》中誓言反派大boss 一夜爆火 这么高的起点 加上超高的颜值 本该顺风顺水 但此后不知为何却再无音讯 按常理而言 这样一个过气的演员 根本就没有可能在短的时间内爆火 为夜晚晚赚取足够的第一桶金 可是夜晚晚在看到洛晨的名字之时 眼底却闪过了一抹笑意 他一早就猜到 楚洪光不会把他留在总公司 也不会让他去什么好的地方 所以他之前就算准了 楚洪光会把他流放到星图贫瘠 引有落魄之势的光耀传媒 按照他的记忆 就在不久之后 洛晨会有一次重新大火的机会 这个机会只要好好把握 就可以让洛晨重新爆火 想到这里 夜晚晚的手只在洛晨的资料点了一下 我要他 你确定 确定 楚洪光见他的态度坚决 心中不由泛着一丝冷笑 之前看他能处理好雨的事情 他还当着夜白有多大的能耐 如今看来 虽是有些手腕 可这看人的眼力 却是差了太多 这夜白 终究是太年轻了 锐气有余 经验不足 行 这个人现在就归你了 你拿着这个 直接去找文斌做交接手续就可以了 谢楚总 你的办公室我已经让人收拾妥当了 员工宿舍呢 也都是顶级待遇 你今天就可以过去看看 如果有哪里不满意的 尽管跟我提 楚洪光挺着啤酒肚 将一串钥匙放在了夜晚晚的面前 夜白呀 好好干啊 我对你可是抱着很大的期望 夜晚晚接过钥匙 看了眼钥匙上镀金的字样 万景明愿 这一点 楚洪光倒是没有坑他 确实是环球最好的员工宿舍 不少金牌经纪人和明星大腕都住在那里 韩羡羽在爆火之前 也在那边住过一段时间 今天先去公寓看一下 安顿下来再说吧 走出环球大厦之后 夜晚晚先试探着 给四夜寒发了一条短信 宝宝 我今天去了环球 工作已经搞定了 不出意外的话 明天就会开始上班 继续住在你那里 有些不太方便 所以 我估计会搬到员工宿舍那边住了 平常他发短信过去 四夜寒回复的都很快 可是这一次 却如同时辰大海 迟迟没有回应 等了好半天都没有等到回复 夜晚晚又给许义发了一条短信 徐管家 四夜寒在做什么 我刚给他发了一条短信 他看了没有啊 过了一会儿 许义回复他了 在开会呢 他刚是看手机了 应该是看到了 我的小姑奶奶啊 你给他发什么了呀 虽然许义没有说 四夜寒看到后到底是什么反应 但光从许义的语气 他就已经能猜到了 果然是生气了呀 唉 上次用玫瑰 这次用什么才能顺毛好呢 夜晚晚想了半天 回了一趟锦园 又去了一趟超市买东西 买完东西之后 夜晚晚掐着快要下班的点 再次去了私事集团 小秘书对他的印象深刻 一看到他眼睛亮得都放光了 叶先生 您找司总吗 司总他会议应该快开完了 我带您上去 谢谢 上楼后 小秘书直接领着他在会议室对面的员工区坐了下来 司总应该马上就结束了 要么您就在这边等吧 好的 夜晚晚点了点头 把手里的东西放了下来 然后下意识地朝着会议室看去 从他这个方向 正好可以透过玻璃窗 看到里面正在开会的思夜寒 正面若冰霜地与众人说话的思夜寒 似乎发现了他 目光在他的方向停留了一瞬 夜晚晚正要挥手打个招呼 思夜寒已经将视线错开了 小秘书自然不能留贵客一个人 便在旁边陪着 同时一边偷偷地打量他 叶先生 我看您今天的心情好像不太好 是出什么事了吗 青年盯着会议室内高贵冷艳的美人 轻轻地叹了口气 是啊 心情不太好 你家boss跟我闹别扭呢 这副女朋友跟我闹脾气了的语气 是闹哪样啊 他家如同天神般高高在上 不是人间烟火的老板 会闹别扭 小秘书觉得自己的三观 简直遭遇了一场浩劫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 不知不觉间 夜晚晚已经在外面等了两个多小时了 之前许特中明明就说马上就开完了呀 明明就说马上就开完了呀 怎么这么久 抱歉 叶先生 大概是会议上遇到了什么问题 没关系 工作重要 你也去忙你的吧 不用在这里陪着我 小秘书手头确实还有一堆工作 文言只好依依不舍地先离开了 与此同时 会议事理 按照正常流程 会议应该早就结束了 结果却不知为何拖延到了现在 眼见着天色越来越暗 会议仍旧丝毫没有要结束的意思 夜晚晚忍不住给思夜寒的手机 发了一条短信过去 你什么时候忙完啊 他确定自己透过玻璃窗 看到正在听属下汇报的思夜寒 拿起手机看了一眼 可是男人看完之后便移开了视线